在嘉玉关市东北20公里处有一片广袤无垠的大漠 你以为这只是一片平平无奇的戈壁吗 其实并不是 在我脚下分布着1400余座魏晋时期的古墓 这里就是著名的嘉玉关魏晋墓 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画廊 大家好 我是中国新闻社的记者高盈 那么这一片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画廊究竟有多大呢 它又记载了些什么呢 它的墓主人们又是谁呢 跟着我们一起去推开魏晋墓的这扇大门 看看千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吧 我们整个墓群发掘了18座 一共出土了760多幅专壁画 这些彰化的内容涉及到当时的方方面面 我们看到的有农业生产 丧残养殖畜牧放养 以及人们吃的什么 穿的什么 音乐 舞蹈等各个方面 把它称为地下画廊 是因为专家考证 如果我们把这些墓葬呢 从地下打通 它将会构成一个真实记录 当时人们物质生活的长卷 组成一幅完整的地下画廊 火盆 铁叉上方有雪挂的肉条 我们在这里呢看到烤肉的三股铁叉 这个铁叉呢非常的多 烤肉加工好了就供这个主人进餐 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了我们家一贯的特色美食 三股叉串起的羊肉串 牧师的壁画呢 所采用的颜料呢都是矿物质颜料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彰画呢 它都是以白色打底 红色沟边 黑色的勾勒 人物和动物 以及这个我们看到所有餐具啊 事物的卸条 我们下期见